张恩乐受访时表示 这次首次参选立委主要目的是要宣扬政党理念 透过区域选举来进行政党票 抗选进入国会制衡国会乱缘 但他走访各地时发现民众对白朗的熟悉度 比中华统一初进党来得高 过去20年来了 因为民进党因为意识形态作祟 一切对台湾有利的法案 只要牵涉到跟大陆有关系 他就把它封杀了 那国民党就算立法案在多数也没办法 国民党碰到立法 民进党软弱就妥协 所以很多好的法案过不了 基于这一点 那我知道我们台湾的经济越来越离不开大陆 所以我们要进立法院 一切对台湾有利的法案 我们要制衡民进党 不让他再来阻扰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那这次选举的发现呢 我们中华统一初进党呢 知道人不多 等于很多人知道白狼 知道白狼的多 比知道张安乐的多 比知道张安乐的 比知道中华统一初进党多 因为我在路上碰到 有时候碰到一些群众 会跟我照相 白狼我们来照相相 可他不晓得中华统一初进党 所以我们这次很多广告 就必须讲白狼张安乐 对 这是我们 这次感觉到 这个选举方面呢 就是这方面党的知名度 不够 个人知名度比较大 那我想呢 以后我们会从 以后我们会慢慢把这个情况 会把它改善 对 希望呢 我们 相信给我们一个机会 进立法院 为大家服务 一切有利的法案 我们一定要找他通过 张安乐也认为 民进党口口声声爱台湾 确定吕贝格一事 为反对而反对 蓝力两党都在回避两岸问题 不愿面对现实 抛出不同不独步 以及两岸维持现状的说法 是鸵鸟心态 是否维持现状 并非台湾单方面说了算 蓝 这个鸵鸟心态 不敢面对现实 你不面 你不面对现实 现实者追着你跑 你逃避不了的 只有勇敢面对现实 能够为台湾争取 最好的条件 让我们达到台湾共识 让我们台湾人民 可以永远 过着和平安定 富足繁荣 又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一起努力 好不好 我们扛的红旗 并不是所谓要卖谈 反而是红旗爱台湾 中华统一出境党第一选区立委候选人 陈博之认为 西北地区长久以来被边缘化 他表示如果没有照顾人民的能力 那就没有资格掌控吸引这片绿地 我是第一选区的陈博士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抽空来这边参加 我要上帝法院 在此之前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第一选区 有哪些新生 可以的话 我们在台湾的永迷 在这边的欢迎里面 进出我们的厚礼 他们可以再边缘用化 我想要跟民进党讲的是 如果你没有办法造福人群的话 你就没有资格想要掌控这片绿色大地 我们是综合统一促进党 要促进新台湾繁荣 标榜正红旗的统促党 表示希望能够在台南这片绿地 顺利开出五朵红花 进入国会制衡民进党 促使各项有利台湾的法案顺利通过 记者黄俊华 刘耀明台南报道